中共高层确有把炮 两三星期前已经掌握美国总统大选选情 准确度堪被英美博彩公司的下注操盘人 北京党政高层早就议定了下一步 和美国打贸易战的策略 包括减少由北美进口粮食 而且压低好像华盛顿可能对Tesla 这些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税款 盘算有没有可能因为Tesla老板马斯克 是特朗普的千万元赞助商 而放这些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跨国公司一马 当然特朗普这次相对轻易赢出 对全局影响深远 特朗普是一位极其高招的政治玩家 但他经常口出狂言 不按常理出牌 例如他多次警告乌克兰 美国和北约成员将会减少向他们的经济和武器援助 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 用放弃领土换取和平 即是几乎当局承认莫斯科 拥有乌克兰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 而换取俄军停火 条约可能指定 这些讲俄语的乌克兰地区 在若干年之后举行公投 以定夺主权问题 但这个是兵行险着的方法 因为乌克兰在某些战场已经占了上风 而且莫斯科有不遵守国际合约的前科 更重要的是 由于反西方联盟 例如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 尤其是所谓的KRING 即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反西方狂野国家 力图取代美国作为国际价值与外交、金融、贸易模式的主导者 美国的盟友包括北约各国 不会轻易改变重循打击俄罗斯和中共的措施 特朗普单单依赖和他友好的普京 开空投资票脱纳的机会不大 在中东大问题上 因为传统上美国共和党 比较接纳华尔街财团的影响 而美国财团多数是犹太人的支持者 特朗普上台也不会改变支持以色列 在中东扫若或消灭伊朗等 制造麻烦和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大岳 特朗普对中国政策有紧密的思路 他第一次赢取白宫补助后 就颠覆了包括克林顿 两位布殊总统和奥巴马等 对华相对友善和辅助政策 到了这个年代 美国政客还是有中国迷思 以为大陆经济发展之后 就会推行民主和法治 但特朗普上台后 就马上将中共定位做 对美国威胁最大的系统性竞争者 白宫开始向中国产品开征重税 大量减发大陆到美国公读 特别是数理工程博士生的签证 竹拿潜藏在美国的间谍 甚至关闭美国驻侯斯顿领事馆 同时同盟友不让华为等大陆科技巨头 获取西方、日本、韩国 以至台湾公司出产 例如晶片的高科技原材料 至于对台湾方面 特朗普曾经或名或暗地威胁台北当局 要增加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费用 在四年之内 很难想象他会好像谣言那样出卖台湾 即是以台湾作为筹码 和大陆做大买卖 因为台海的安定 对于日韩的安全 以至整个第一岛链的运作 起着关键性作用 特朗普大概不会重新招聘 为他设置反华政策的前国务卿蓬佩奥 和他中国顾问余茂春 但他偏离以往对华的强硬政策的机会比较微 作为美国向大陆施压的筹码 华盛顿一定会继续批评北京 对新疆、西藏、香港等的 违反普世价值国安至上恶法 但不要对特朗普有太高期望 他不会花太多精力 以交换囚犯方式 争取在冤辱服刑的香港民主斗士释放 也不会设立硬指标 逼北京提高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水平 毕竟特朗普已经差不多80岁 华盛顿真的要维持 美国作为民主世界领导的话 需要更年轻一代的新思维 今后的四年 我们不用担心特朗普 会来过民主、法治 和其他宪法原则的大倒退 但同时也绝对不奢望 这位商界老狐狸 在加强和扩展全球普世价值上 会有突破性的成绩 以上是林和立的评论 多谢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宋志杰